昨天下午的两点半左右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的正梁一路 到一四街的路口 一辆出租车和一辆轿车发生了碰撞 这是一个无灯路口 本来按照无灯路口的让行原则 责任也是很好判定 但是双方对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 却产生了争执 到底为什么呢 到现场了解一下 俩车相撞后 轿车头朝东停在路口中间 右侧保险杠和大灯破碎 引擎盖和翼子板都变了形 出租车则是右后车尾破损 车轮变形 据了解 当时双方是交叉执行 骑向总 他呢 他说北向南 这你坐完那旋转了吗 对 坐完那旋转了 旋转了 越来越多 前面那个围打有点打实线 走完那时候没有车正能往前开 到这的时候你刹车都来不及了 别再放上了 你北级的前面为党挡掉视线 你过来就这么一看 我都说老退了 等你发现他已经晚了 我发现他就蹦又来了 我就这么一往看 他就蹦又来了 据了解 因为该路口是无灯路口 当时双方的视线 受到了路口旁边的 施工为党影响 都没能及时注意到对方 这才撞到了一起 交警赶到现场后 按照无灯路口左让右的原则 认定出租车负事故全部责任 但出租车司机并不认可 最终事故科交警赶到现场 再次认定出租车司机 负事故全责 这事故责任的最后 还需要交警去认定 我们要提醒大家 还是刚才那句话 既然路口有围挡 视线被遮挡了 那就更要慢一点开 而且行驶到路口 一定要左右 咱们都看看 千万别光顾着往前开